有一群學生 找我們吧 你知道幹嘛 映了嗎? 映了嗎? 我們… 我們… 你懂的意思嗎? 你怎麼在那邊… 你怎麼在那邊… 你怎麼在那邊開車嗎? 你怎麼拍的那是什麼? 我…我…我… 台灣人… 記憶… 記憶… 啊… 台灣人… 你怎麼拍的? 台灣人… 那你怎麼拍的? 你怎麼拍的? 那你… 抱歉 你怎麼拍的? 哈哈… 欸… 他們為什麼會來找你? 因為剛剛我們經過公園在拍照 他們想在問一下我們拍他們什麼東西 啊… 他根本是覺得也是變態 我以為是同歸狂 哈哈… 變態 日前網路創作者戴萌老闆到日本時拍了許多影像 希望將美好記憶帶回台灣 不料在拍完公園的孩子們玩足球的影像後 卻被孩子們攔下 原來戴萌老闆的舉動讓孩子們以為是偷窺狂 便大家一起上前禮貌地向戴萌老闆詢問 並希望刪除影像 在聽完戴萌老闆的用意後 孩子們還有禮貌地為誤會他而道歉 為什麼要拍照 為什麼要拍照? 台灣人的記憶 記憶 啊… 台灣人的記憶 我不會想要 台灣人的 那我怎麼拍照? 我會想要拍照 不好意思… 我會想要拍照 沒事吧… 沒事吧… 攝影喔一瞬2 他們會說什麼 0 嗨7 嗨7 0 嗨7 他們為什麼會來找你 因為剛剛我不是經過公園在拍照 他們小孩問一下我們 拍他們什麼東西 啊 可是覺得也是變態 你以為嗎 欸 我以為是同歸狂 哈哈哈哈 變態 他姓名有TikTok TikTok TikTok 欸 TikTok 呵呵呵 真的嗎 你看到嗎 有有 有 Youtube 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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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偷窺孔 這是在拍攝嗎 YES 大丈夫ですか 對 大丈夫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他們很勇敢耶 他們覺得你是偷窺孔 但是還 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是疫情人過來的問題 而且很有禮貌的問題 所以說 在國外 我覺得 可能不能亂拍啊 但是我剛剛是拍 整個大集 反正就是 一開始從偷窺孔 之後每個人跟我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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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很可愛耶 對 超可愛的 一個日本的驚奇之旅 這應該沒有人有體驗過 這種感覺 我以為是偷窺孔 哈哈 對 你 我以為是偷窺孔的